大家好,我是洛洛妈 对于保存玉米一直有争议 有人说用水煮,有人说直接放冰箱 其实都不对 今天教你正确方法 放一年的不坏 依然鲜甜软嫩,一起看看吧 现在真是玉米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个时候的玉米老能时钟,味道正好 而且价格也便宜 刚开始买6块钱一斤 现在已经收到了1块货物毛了 是不是更适合将它大量购买回家 然后保存起来呢 直到冬天也可以吃到这样鲜甜的玉米 说起来简单 但要是玉米保存不当的话 玉米的口感吃起来难吃 而且营养还会流失 所以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能保证玉米口感不流失 放上一年,营养营养鲜甜的妙招 保存玉米时,要选择带皮的玉米 不要买包进的玉米棒子 因为玉米叶可以防止玉米的水分流失 保持口感鲜嫩 我们将买回来的玉米简单的处理一下 把玉米叶子剥掉外面挤成比较脏的老叶子 留下最里面的两到三层 不要使玉米颗粒暴露出来 这样方便包裹玉米 还能减少鲜甜味和营养流失 现在我们将玉米的牢梗用剪子剪掉 还有裸露在外面的玉米须 就把玉米处理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就用同样的方法将剩下的都处理掉 把处理好的玉米放入大盆里边 我们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盐 将食盐搅拌溶解后呢 将玉米浸泡10分钟 加入食盐 是因为它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可以有效的去除里边的污渍以及虫卵 就像我们浸泡养美一个道理 如果有虫子污渍 它就会通通的跑出来了 时间到了 我们将玉米搓洗一下 然后用清水将其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样用食盐清洗过的玉米 吃起来呢会更加的放心 关键是更容易保存 这时把蒸锅水提前烧开 清洗干净以后呢 直接将玉米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将它蒸15分钟 把玉米蒸熟 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住玉米的甜味 而且营养呢也不会流失 大家在保存玉米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水煮 因为水煮过后口感吃起来发软 吃起来软塌塌的 而且营养呢也会大量流失 那样长期保存下来就更没有味道了 好了 现在时间到了 哇 还挺香 现在我们将玉米夹出来 现在玉米还很热 我们先将它放在一边测得亮亮 半个小时过后 玉米已经冷了 现在我们将桌面上铺上保鲜膜 把玉米放上来 将玉米完整地包裹起来 玉米在保存时 必须要隔绝空气 所以呢 要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不仅防止水分流失 也防止沾染细菌和杂质 让玉米变质 而且一定要冷冻低温保存 不能放在冷藏或者是常温下 你按玉米 很快就会发酵变酸 最后没变 这得坏掉哦 因为冰箱食物太多 味道太杂 所以呢 我们再加上一层保护层 将玉米放入保鲜袋中 这样层层隔离起来 就不用担心了 为什么说玉米 不可以直接放入冰箱呢 因为玉米的淀粉含量很高 如果直接冷冻 玉米就会流失水分 口感变硬 自然就老了 我们先用水蒸一下 让玉米吸收一些水分 然后呢 再用保鲜膜包裹后冷冻 就能锁住玉米的水分 口感也不会老 这一步 有些朋友会用水煮 那样是不对的 水煮时 玉米的甜味和营养会水之流失 融解于水中 这就是为什么煮玉米的水那么甜 那么好喝的原因了 虽然当时好吃 但这样做 后期保存出来的玉米呢 就没有味道了 所以千万不可以直接煮 也不能直接放冰箱冷冻哦 如果家里冰箱空间小 担心太多放不下的话 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方法 我们将玉米颗粒包下来 不要玉米磅子 包玉米时我们就这样一排一排的整齐包下来 千万不要用刀削 那样营养会流失而且容易变质 变得不好保存 包好的玉米粒直接放入蒸锅中 不带叶子的 蒸十分钟就可以了 提前蒸这的原理和方法一是一样的 就不再次解释了 时间到将其取出来 倒入大碗里边 最实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用筷子将其搅拌均匀 裹上食用油的目的 和玉米叶是同一个道理 让食用油在玉米的表面 形成一层保护膜 保留住玉米的甜味和鲜味 然后我们再将玉米放入保鲜袋中 按照一炖一大量 将其分袋保存 这个方法 比较适合用来做菜的玉米 比如做玉米炒饭时 小炒玉米时 所需要的玉米 用量比较少 可能就一小把 用这种方法保存玉米时 取玉米就非常的方便 最后将袋口密封起来 直接放入冷冻室里边就可以了 保存玉米的时候 其实就只有以上的这两种不同的形态 如可以保持最原始的整根玉米 也可以掰成一粒一粒的玉米 至于选择哪种形态 主要取决于玉米的用途 比如要做菜或者是甜点的话 保存玉米里保存更合适 如果是想留到冬季还能吃到这样鲜甜的玉米味 那么就选择方法一更为合适 您学会了吗 取出来以后不需要解冻 直接放入锅中煮10分钟 或者是用蒸锅蒸15分钟 味道和刚买回来是一模一样 如果您还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保存玉米的话 不妨试试以上的保存方法吧 或许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罗罗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